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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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來做一下 打開那個程式 你先下載那個樣板檔 樣板檔是DWG檔先給你們 把PME20底線Temperate 05 08 19的這個檔案 打開這個圖面檔 數位學習系統老師已經上傳了 上課教材裡面 上課教材裡面 裡面有一個PME20Temperate 05 08 19 這個圖面檔 你把它打開 左鈴右車大家互相幫忙一下 打開以後 如果還有時間的同學 把Option的部分還在設定一下 打開檔案的時候是一個圖面檔 老師再強調一下 是一個圖面檔 DWG檔 這個OK以後 這個程序其實你們以後都會遇到 如果你一個圖面檔 很不錯 已經確定了 你就可以令存 把它令存 好 不管你有沒有下載有沒有打開 老師先做一次給你看 等一下跟著做 好 來 老師已經打開這個圖面檔 圖面檔 從這一協課以後 老師就不會再講這個程序了 因為每次講都每次要再講一次 浪費時間 打開圖面檔 你如果要把它變成樣板檔 就是 這裡有一個令存層 叫做圖面樣板 它會放在哪裡 它會放在你目前程式 放樣板檔的地方 令存樣板 它就會放在Temperate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它會自己幫你放在 你這個程式的樣板檔的位置 所以以後你只要找到一個圖面檔不錯 如果你可以拿它當樣板檔的話 你就打開那個圖面檔 令存成樣板 它就放到你那個電腦的那個樣板區 以後你打開就可以找到那個樣板檔 這樣有沒有懂意思 所以老師讓你們走一次這個 它會建立 自動建立樣板檔然後儲存 好 然後你就設定要不要描述沒關係 確定以後 假設我把這個圖面檔關掉 我現在新增檔案 你會看到剛剛那個樣板已經出來 在哪裡 是不是這裡 你就可以打開它 就是用這個樣板打開新的圖面 有沒有懂意思 所以老師再強調一下 以後你看到某個圖面檔 它的設定相當不錯 滿足你需求 你就可以把一些內容先刪掉 剩下的部分就是另存成樣板檔 那你電腦裡面的樣板檔 那個區的樣板 就有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趕快 大家同步跟老師一樣到這裡 那我們就 開始 很快的進行我們的繪圖工作 好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了 來老師把螢幕切過來 很快的再複習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從點進來 把設定完成了又從點進來 然後坐標系統跟大家介紹一下 世界坐標系統跟使用者坐標系統 那有直角圓柱跟圓球 還有相對跟絕對 那老師有提到 相對絕對差別是在 輸入坐標值的時候 然後前面插一個小老鼠 好小老鼠 那等一下會再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有講到坐標幅畫的顯示 然後我們有做了一個 做UCS坐標系統的切換 那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練習 是斜面這個的練習 好 那我們還沒有做到立體的練習 立體練習 那這個等我們指令熟悉一點的話 我們再來做這個練習 好 那這個表示說 我可以在這裡畫一個正的圓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邊 差別就在點的輸入坐標 通常我們輸入是XYZ的坐標 如果你要相對前一個輸入點 的坐標的話 叫做位移了 這叫位置 叫做位移 就加一個小老鼠 小老鼠 也就是說 我們上次提到的 你的00點在這裡 你的150在這裡 100斗點50在這裡 那你如果從這一點 要畫一個相對100距離50的點 畫一條線 那你就要出一個小老鼠 比如說這裡 我從這一點 然後就小老鼠 100斗點50 好 他就畫了一條 跟這一點 相對位移是X100Y50的坐標 如果不是呢 你畫從這一點 如果沒有加小老鼠呢 你打100斗點50 他就畫到 100斗點50的這個絕對位置 因為00點在這裡 150在這裡 差一個小老鼠的差別在這裡 那 坐標系就是XYZ 那如果是 圓柱的話 就是R R值就是直徑 然後半徑值 這半徑值 那 加一個小於的符號 就是角度的意思 後面這個呢 就是角度值 從哪裡開始算 從X軸開始算 X軸就是你的右手邊 你右手舉起來的右手邊 就是你的螢幕的 往右邊 東邊為正 逆時針方向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的 逆時針方向25度 如果加一個小老鼠呢 就相對於 這個位置 是一個小老鼠的值 相對於 那坐標系統又有一個差別 我們再來 看一下 如果現在坐標系統是這裡 那如果我要相對於 這一條線 角度25度 花一條線怎麼辦 幾種辦法 第一個 老師上次提過的 選擇他 然後呢 選擇這個 右鍵 右鍵 旋轉 右鍵 複製 然後呢 25度 好 這是一個做法 一個做法 另外一個呢 是怎麼樣 我把這個砍掉 然後呢 UCS 然後呢 選擇這裡 選擇這裡 切到這裡以後 再一次 選擇這裡 選擇這個X方向 選擇Y方向 然後呢 畫線 從這裡 畫一個距離 小老鼠 假設是100 然後呢 25度 這是一個做法 好 這是一個做法 那有沒有小老鼠 有沒有X 來 我們看看 一樣畫一條線 選擇這裡 到這裡 100 小於符號25度 好 這是 你要做標的控制 是一樣的 假設我的UCS 是在 一樣維持原來的 那我剛剛畫線 是從這裡開始畫 好 這裡畫線 好 那我再做一個 這個叫做 畫線動作 好 選這裡 然後呢 100 角度 25 我用相對的做標 你看 它沒有接受什麼 它還是從哪裡開始算 從00的位置開始算 所以你UCS作標系的切換 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用我們測點的模式 是一個方法 好 那這個大家可以來運用 好好的運用一下 因為未來畫圖過程裡面 你常常會這種線條啦 什麼位置的一個切換 你自己要會 那老師先介紹這個部分 等一下在畫圖的過程 你就會常常遇到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要把它弄清楚 這是圓柱坐標系 如果到了三度空間 都多了一個Z 鬥點 再一個Z值 這是 那圓球 那圓球 那是角 SETA X對X走的 另外是XY平面的 這個 這是 坐標的輸入 那UCS跟坐標輸入 就會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點的設定 老師上次有提過 點的設定 那今天要開始進行的就是 點的設定以外呢 我們就會進入到 你要去等分 等分 開始會等分點了 那要把老師把這個砍掉 我們隨便畫一條線 中間見了兩下 隨便畫一條線 我要把這個線等分成 七個等分 第一個 我不知道線長多少 第二個 我要七等分 除以七 通常都是怎麼樣 儲不進的 好 故意七等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等分 畫圖這邊有一個線 這邊有個等分 一個是N 有沒有 等分 一個是什麼 等距 等距離跟等分 等分就把一條線分成七等分 或者分成幾等分 等分第一個選取這個物件 第二個呢 看底下 記得多看底下指令行 隨時要看底下 他說要分多少 七段 他就分七段出來 七段的意思 並沒有真正把這個線切掉 有沒有看到 亮起來還是一條線 可是他每 七分之一 七分之二 七分之三 這個位置都有 你就可以開始 從這裡開始畫 比如說從這裡你畫到 這時候我要選這個點怎麼辦 我的物 常駐式的物件所體 並不在 節點怎麼辦 是不是按那 Shift 加上滑鼠右鍵 出現這個 當要點的時候 當需要點的時候 這個才會出來 這時候選擇什麼 節點 有沒有節點 這裡節點 它就是以節點 只找節點 其他的都沒有 有沒有看到 只找節點 你可以再繼續輸入 畫線 從這裡 畫到 Shift 右鍵 節點 可以很明確的去輸入這個點 去選擇 選擇這個點 常駐式的物件鎖點 我們講過 是端點 中點 中心點 跟什麼 焦點 沒有這四個常駐式以外 以外你就會用Shift加右鍵來做這個事情 這是等分 第二個呢 我們再做一個等距 如果等距 把這個分成 多少距離去畫一個點 等距 就從這條線要做等距 每個距離呢 假設是30 30一個距離 每30打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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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到最後不足30的呢 就剩下這一段 不足30 這是等分跟等距 然後請同學以最快速度2到3分鐘 練習這個基本的等分跟等距 它的繪製是在 繪製底下的 往下見合的這個地方 那同學要熟悉軟體的操作 要很快速的熟悉 因為後續我們有很多的圖要畫 你要熟悉這些東西 那前面訓練的最基本是設定的部分 設定部分了解你 現在才會快 如果設定你沒有好要學 這時候會亂七八糟 好 隨便畫一條線 等分一次等距一次 等分的距離 等分的段數由你決定 等分的距離由你決定 那這是在我們講義裡面的 第220頁 等分跟等距 剛剛我們有示範的是點的部分 點如何去做畫的動作 在每一個等分的點 等距的點 畫上點的這個地方 那等一下我們會教大家來做圖塊 圖塊的練習了 圖塊練習會結合到 我們先前的一些練習 好 接著老師帶各位來做圖塊 跟插入圖塊 還有跟 等分等距結合的動作 這是我們這一次要打的主題 那老師打了這三個 假設這邊有三個桌子 三個桌子 那每個桌子呢都會有一個椅子 還有一個電腦 那我們先假定 先假定 這邊呢有一個電腦 我們用方塊來代表 方塊來代表 那一樣用小老鼠 假設這是20的大小 都點30的 這樣的一個代表電腦 然後這邊有一個桌子 假設椅子 我們假設是圓 碰一下 它要對好嘛 這邊 假設距離是20 然後拉一個圓 這個是10的 這樣的一個位置 電腦跟 電腦跟椅子 那這電腦呢有編號 有編號 那假設編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有一個叫做屬性 就像各位都有身份證 身份證的大小都是一樣的 但是你的身份證的內容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建立 建立一個屬性 往下這邊定義屬性 定義屬性 那屬性呢就是叫做 叫做Computer 屬性它的標籤 它的名稱Tag叫做Computer 提示呢就輸入電腦Number 輸入它的號碼 再來預設假設是1234 假設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屬性 然後確定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好這個電腦 好這個電腦有了以後呢 這樣的東西 會擺在這裡這裡這裡 每個地方都會擺一個 好甚至任意擺或怎樣 那我們就要把這一群 因為都是一樣 長的都一樣 所以我們會建立一個 這邊有個圖塊這裡 建立一個圖塊 圖塊就是一群物件在一起 像這裡就是一個物件 兩個物件 再加上一個屬性的物件 所以我們名稱叫做什麼 就是名稱叫做 叫做 PME的電腦 這是屬性的名稱 那基準點呢 在螢幕上指定 基準點 就是我要放的時候 在螢幕上指定 物件是哪些物件 要構成這個圖塊 就是 選取物件 就這個 這個 跟這個 那你可以用 右邊到左邊 只要怎麼樣 碰到就算 左邊到右邊呢 要全部包過去 你要窗選或框選 這三個東西是你要的 按右鍵 它這邊有沒有顯示 你大概的形狀是這樣子 然後物件呢 總共有三個物件 這三個物件呢 最後把它 轉成圖塊 變成一塊東西了 就已經不是獨立的三個物件 變成圖塊了 或者是你把 做完圖塊以後 就把它刪除掉 也可以 你要保留原來個別 1 2 3 個別的三個物件 也可以 就是說 一個保留是個別都是三個東西 轉成圖塊就是 就是這個一群就是變成圖塊了 已經不是個別的東西了 刪除就是不見了 假設我們把它刪除 假設先做這樣的基本設定 確定 好 那block插入基準點這裡 基準點老師剛剛點的是錯的 老師剛剛應該是選基準點 我們undo回去 好 老師再做一次 這個目前是 是 我們重做一次圖塊 第一個 圖塊叫做 PME 叫做PME Computer 基準點是在螢幕上指定 在螢幕上指定 然後呢 物件 這三個 然後 做完物件以後 把它刪除掉 確定 現在要選基準點 就看到 block的基準點在哪裡 我們把它設定在這個地方 好 好 它圖塊做起來了 然後呢 基準點是在剛剛那個圓 圖塊存在囉 那你說老師在哪裡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 圖塊裡面 當我做一個 插入的動作 插入的動作有沒有看到 一個是老師之前的mark有沒有看到 一個是你剛剛做的有沒有 PME Computer有沒有看到 好 圖塊放進來 我要放在哪裡 假設放在這裡 這個地方 假設從這裡放一下 他問你說 這個圖塊的名稱是什麼 假設這個情況叫做 好 這是老師的名字叫Jason劉 這是我的位置 確定 這是我的位置 那另外一個呢 我就可以做一個動作 再做一個插入動作 然後 一樣是插入這個 然後碰一下它往上 假設在距離一百的位置 有一個 這是師母的名字 怎麼跑掉了 在這裡很遠 不行 不能讓它那麼遠 我要怎麼辦 要把它拉進來 通常就是這樣子嘛 要坐在旁邊對不對 原來是這樣子 黏在一起 不能太近 也不能太遠 對不對 好 這是適時的距離 這兩個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說 同一個圖塊怎樣 有不同的屬性 就是你可以做圖塊的運用 那圖塊裡面加一個屬性 剛剛這個屬性在還沒有插入之前 它的 Tag 標籤是什麼 是computer對不對 但是當它變成圖塊插進來以後 你就能做什麼事 就能夠 給它不同的屬性的內容 原來的內容是不是 1 2 3 4 那當你做插入動作的時候 你就能插入不同的位置 好 同學自己去想像一下 老師做了一個簡單的範例 就是一個電腦桌上的 不同電腦不同位置 有不同的人的名字 同學可以利用這個動作 請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